我们经常听到他的说话说竞业、熬业 我觉得在我们艺术馆来说 这份工作是绝对可以做到这件事 而且有很大感受 因为很难得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兴趣出发 然后选择这个职业 而慢慢在做这个职业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多了很多工作的满足感、成功感 和一种分享的过程 其实我也觉得是 因为读书的时候没有想过 可以和郭寶可以这么近距离接触 当年我们做郭寶的展览 将清明少学图由故宫带来香港 而往后清明少学图 也都好像成为了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原来一个展览是可以和香港的文化 将香港人的生活互相结合起来 好像那次我们邀请了一班设计学院的学生 和我们一起去合作 利用虚白齋的中国书画藏品 去做一个新的展览 他们帮我们做了一条很有趣的动画 和我们做了一本电子书 将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 用一种活化手法去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策展一个很好的方向 活化真的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藏品里面 都是一些可能是远古文化的遗产 或者一些可能一般人觉得 比较难明白的艺术作品 就好像我们当时摆了一个展览 是我们的历史画的藏品 是一些18、19世纪的画 我们将这种旅游书的概念 和展览去结合起来 都可以说是用了艺术的语言 又配合创意去收窄了艺术 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他们都觉得眼前一亮反应很好 我经常都觉得 我们香港艺术馆就好像一间学校 展览厅就好像学校里面的课堂 而老师他用的教具教案 就好像我们插画一个展览的时候 出版的书 我们写的文字 和我们怎样去布置展览的方法 目的就是令到观众 在他们作为一个受众的时候 如何看完展览之后有所得着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自己也在教学商场里面有所得着 你讲到教书 现在教书先生都要用很多范子 学生才能收到那些讯息 最近我们这个海上迟路的巡迷展 来到香港这一站 我们不是特意在想用什么的想法 譬如我们用了这个心理测验 可以说是艺术馆开馆第一次 观众走到来的展厅 好像在玩心理测验似 去理解一些历史性的展品 我觉得插画一个展览 如果能够感动人心 是最好的 就好像当时 我们去扣试封治海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们最初没有想过 找些什么藏品 找些什么展品 就是想邀请一群封治海的涌等 将他们最想和人分享最好的东西 放在一起 果然这个展览出来的效果 非常之好 很多观众 即使第一次来看展览 都觉得很受到内容感动 这个是带给我们最大的满足感 和最大的一个成功感 其实涉及到有关文化艺术教育的工作 都是说人去追求一个真善美 我觉得我们香港艺术馆 是单纯做一个视觉的美 看完艺术品这个概念 而某程度我们可以将它升到 追求人的一种心灵的美 我觉得这种满足感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我也很同意这句话 就是我们真的不单单做好这份工作 而是得到一个很好的 在工作上的满足感